风声 雨声 读书声 声声入耳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世事关心 大家好 这里是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每天陪你学习 进步 成长 在开始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因你们而精彩 在电视剧《欢乐颂》中 有一句台词我深感认同 与聪明人争高下 而不与愚蠢者争长短 蓬勃的麻从中 自然而直立 白纱荣于黑泥 与之一桶黯淡 你交友的质量直接决定了你生活的品质 遇到有良知的义友无疑是一大幸事 但是当遇到以下三种人时 切莫犹豫 立刻远离 因为良好的人际关系能为你增添光彩 而不良的人际关系只会雪上加霜 您好 我是秋子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遇到这三种人 不要心软 赶快离开 一 充满负能量的人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加倍道 失去了许多宝贵的物品 一位朋友得知此事后 立即写信安慰他 收到信后 罗斯福感到欣慰 但他表示对这件事并不在意 反而非常感激 他在回信中写到三个原因 首先 贼偷走的是我的财物 而没有伤害到我的生命 其次 贼只拿走了我部分的东西 而不是全部 最重要的是 我最庆幸的是 那个贼是他而不是我 乐观的人即使遭遇不幸 心中仍然充满希望 听过这样一句话 一生本来就很长 如果没有快乐 那时间就会变得更长 生活是一种考验 而快乐是一种选择 当你选择阳光时 生命中就会有温暖 当你选择快乐时 人生就永远像春天一样 四季如春 交朋友也是如此 你选择与何种人为伍 你的生活就会如何 在小区里 有位邻居赵阿姨非常热心 每次社区有活动 她总是主动参与 她天性爽朗 很快与大家熟络起来 大家也乐意与她交谈 然而 不久之后 大家开始疏远她 原来 在长时间接触后 才发现 她就像现实生活中的祥林嫂 总是抱怨生活 抱怨丈夫不够体贴 孩子不够懂事 起初 大家都对她表示同情 并耐心地开导她 但后来才发现 这没有任何效果 无论你如何关心她 她总能找到消极的理由 聊下去 你的心情也会变得越来越糟 生活本就充满挑战 何必给别人添堵呢 一个人与日常最多接触的 五个人的平均水平 代表了这个人的状态 余生还很长 不要让阴影填满你的心灵 给快乐留出空间 阳光才能照进来 二 背后诽谤你的人 在一个寺庙里 有一位年轻人 满脸忧愁地来到 方丈大师面前 他告诉大师 自己一直都忙于读书和劳作 不惹是非 但总有人在背后诽谤重伤他 他实在无法忍受 想削发为僧 离开纷扰的城市 请大师收留他 大师听后并不慌乱 缓缓说道 请别着急 跟着我来 大师带着年轻人 来到一条小河边 捡起一片梧桐叶子 然后说 你像这片落叶一样 不去沾染是非 接着 他将树叶放入一个桶中 指着桶说 可是现在你遭受了诽谤和抨击 陷入了城市的苦景 就像这片落叶被困在桶底一样嘛 年轻人连连点头 随后 大师从河中摇起一瓢水 倒进桶里 他解释道 看看这瓢水 代表对你的一句诽谤 试图打击你 桶里的树叶挣扎了一下 然后慢慢浮到水面上 大师沉默了一会儿 又摇起另一瓢水 这是另一个庸人对你的非议 他也试图打击你 但是请看看结果会如何 说完 大师将那瓢水倒进桶里 水中的树叶晃动了一下 但仍然漂浮在水面上 年轻人看着水中的树叶说 树叶毫发无损 只是水味变深了 而树叶却越来越接近桶口了 大师满意地点了点头 流盐无法淹没一片干净的叶子 流盐中的诽谤就像水一样 干净的叶子并没有沉入水底 反而通过水的力量漂浮起来 远离了深渊 大师继续倒水进桶里 不久桶满溢出来 树叶随之飘进了小河 逐渐远离 年轻人望着远去的树叶 顿时恍然大悟 他明白了水不能击垮树叶 反而将树叶带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就像诽谤中的伤害无法摧毁一个人 反而能够洗去他身上的污垢 让他变得更加强大 要永远记住那些在背后诽谤你的人 他们要么太无聊 要么太软弱 与聪明人斗智斗勇 不与愚蠢之人交谈 与他们纠缠没有任何意义 只会给自己增加烦恼 与其浪费时间和精力与他们纠缠不清 不如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坚守自己的道路 让他们无路可走 三 消耗你感情的人 并非所有的善意都能得到善待 也并非所有的真心都能换来真心 在生活中 总有些人只会索取而不懂得付出 我曾在网络上看到一幅漫画 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故事中有一个装满情感的瓶子 他在路边看到一条奄奄一息的鱼 瓶子感到心疼 毫不犹豫地倾斜自己的液体 拯救了那只金鱼的性命 然而 他忘记了鱼的记忆只有七秒 后来 鱼游走了 瓶子又在路上遇到了一个被晒扁的小海绵 同样的 瓶子义无反顾地拯救了他 两者成为了好朋友 每天一起玩耍 然而 他们的交往过程中 小海绵一直在索取 而瓶子只有一瓶水 朋友之间不应该只是一方不断索取 在瓶子最困难的时刻 仙人掌先生始终陪伴在他身边 并提议带他回家 瓶子高兴地答应了 但在沙漠中 他无法生存 而他所珍视的水 仙人掌并不关心 两人逐渐疏远 最终 瓶子终于找到了他命中注定的人 冰糖先生 与冰糖先生在一起的日子里 每天都充满甜蜜 然而 瓶子仍感到些许遗憾 这时他才明白 人生最大的遗憾 不是与喜欢的人擦肩而过 而是当你遇到那个人时 你已经用尽了最好的自己 感情是一种脆弱而消耗的东西 就像瓶子中的水 代表着我们的情感账户 每个人的情感容量都是有限的 当你的真心得到真心回应时 你的容量会保持平衡 然而 当你的付出被忽视时 你的容量会迅速减少 我听过这样一句话 有些人很奇怪 爱你却要放过你 有些人更奇怪 不爱你却不放过你 前者是成长 后者是伤害 因为后者只懂得索取 而不懂得付出 你倾注了全部的真心 热情和信任 以为能够感动对方 然而 一旦对方对此无动于衷 你的情感账户会慢慢耗尽 这会使你变得冷漠和自私 难以再次信任他人 情感是宝贵的 不能浪费 你的余生也是宝贵的 不要慷慨地将它奉献给一个不爱你的人 时刻谨记 你要保留最好的自己 给予那些真正值得的人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有所收获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 成就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